演员郑仁硕凭着精湛的演技,累积许多得奖作品,近期他也推出新电影《寒丹》,在片中,饰演目睹阿嬷在面前上吊自杀而失忆潦倒的角色,郑仁硕也坦言,在现实中早就经历过父母过世的回忆,当时两人的放弃及旧同意书排是自己签的,因此演出这场戏时,更让过去的伤害。 伤痛再次浮现。 郑仁硕日前接受《It Today》专访表示,妈妈在他高中时因乳癌过世,爸爸则在四年前也病逝,而这段伤痛的回忆更在拍戏时再度被挖出,片中的他因阿嬷在面前上吊自杀,导致郑仁硕开始吸毒,精神不济,甚至无法自主便利。 我曾经把妈在我面前断气,所以我无法接受,演戏时我把这段拿出来重播,很痛苦,但我笨,只能用方法演技。 幸好现实中,郑仁硕与阿嬷的感情相当深厚,去年她离婚,阿嬷虽然嘴巴上念她除了工作,家庭也要顾,其实心里很心疼。 而离婚后,她也深刻反省自己对家庭的态度,她透露,自己对剧组,媒体都会心存感激,但对家人只会说,你知不知道我很辛苦,因此学习在感情中沟通,也是她人生的课题。 感谢观看